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我家里有些亲戚在农村 就是有时候回去的话 看到家乡的人都是用这个手 进行百合的分办 我是搞机械专业 在说从事的这些实践工作也比较多 我确实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家乡做点事情 我们以前也见过一些机械 来处理有些类似的东西 因为我们考虑是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 来替代人工的分办处理 当我们发现小孩在玩陀螺的时候 好像一种旋转 离心力的存在 我就考虑是否可以用这种原理 来进行百合分办的处理工作 你看这这么多没分开 很多的都是这样的 分开的效果很差 很快的效果 速度比较快 分得比较好 睡得多 分慢的话呢 没有分开的又比较多 这次的话呢 确实效果非常不理想 我们一开始利用这种点钢式的条状塞 但是发现它在使用之中有些缺陷和问题 你看它那个球子 上面那个球子也淡了 等下它那个地往那掉下来了 你看篮子里面那个全部是地 等下人工还要显示 人工还不一定好显 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损伤比较大 我们就说在不断地进行材料选择 增强摩擦 但是又不损伤百合的话呢 去做了很多努力 因为百合特别焦乱 容易的话呢 遵得损伤 所以说我们进行这个摩擦材料的选择 还进行了相当多的工作 说实在的 打了这么多项目 这个项目我们早期认为进展会比较顺利 确实没想到的 还引起了我们在农户中间使用的 还有这么多人对我们这个机器的话呢 不是很看好 确实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些失落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了 像这么多项目也是这样不断的话呢 过来的 但因为大学老师做研发都面临很多困难 但是确实我从小的话 我热爱科学 到了大学这个平台以后的话呢 理论和实践不断地融合 不断地提高 确实我们认为的话呢 还更应该为社会多做点了 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就是说技术坚持努力 把后续工作完成 变钢如果说做成脚钢的形状 它确实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呢 自得提升 一方面可以提高这个 使用的可靠性 一方面的话呢 可以很好地呢 完成这个筛分的工作 有机器了 我们就不累了吗 就不通手了吗 我方面都比较轻松一点了 效率也要更加高一点 钱也上的更多一点 在时候我们不断地进行创新 为社会做贡献 为大家服务 我们尽量的努力 这个方面呢 它不是一般的有前景 那是相当的有前景 还有前景 前景它是一片光明 但是前景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加油干啊 撸起手指干 发明人类 各位啊 搜索发明明 上双唇 把它的发明 彭彭临绕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